亲爱的弟兄,我是志诚 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 正文24章的第五节 《内在的基督》 第六段呢,它说 基督就在你之内,他何其宁静 他知道你该往哪里去 温柔的指点迷进 一路为你送上祝福 那这边呢,其实很多人 他会在生命彷徨的时候 去寻求上天的一个协助 上天的一个指引 那么如果是奇迹权人的话 可能就会寻求圣灵的指引 但是这边呢,他所说的 他知道你该往哪里去 他指的主要不是在幻象之中 虽然说圣灵 他也不会另于在幻象中给你指引 要不要做这个投资啊 要不要在这里等公车啊 那要不要跟这个人结婚呢 听起来有点可笑 不过圣灵其实 他并不会吝啬于在幻象中给你指引 毕竟他是爱你的 但是这边他说他知道你该往哪里去 他指的是,主要是指实相 指上主那里 而并不是指说你在这个幻象世界 到底该做什么,该往哪里去 如果有这类的指引的话 那也是附加的一个价值吧 因为这不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那我们来到人间的一切 其实都是道具 学习的道具 终究要缴回去了 那么他说 他对上主的爱会取代你在自身之内所见到的恐惧 因为特殊性其实就是恐惧 不晓得你有没有感受到呢 那么他说 当你牵起弟兄的手将他领到基督那里 基督就会透过他而把自己的神圣性显示给你 这个其实就是对宽恕的一个很好的描述了 因为你看到弟兄内的那个神圣性 然后透过这个 再反照到你内在的神圣性 因为这同一个神圣性 那么你宽恕弟兄也就等于宽恕了自己 见到弟兄内在的灵性史相 也就是见到了你自己的 当然我们在弟兄身上见到的小我 看起来好像粒粒分明 就是他的小我 但是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小我去投射出来的 那么他说 你会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倒影 除了基督你还会看到谁 听到谁 爱谁 你还可能跟谁一起返家呢 因为其实基督就是唯一的存在 任何其他的都是幻象 好 那么下面第七段中间呢 第六句他说 他要送你毫不特殊的礼物 而指这个一体性 你的灵性实相 他没有任何特殊性 他说如此你才能把众生由死亡中拯救出来 因为什么呢 特殊性其实就是等于死亡 但是这个死亡主要指的是灵性的死亡 要有灵性的死亡你才能够获得特殊性 当然这也是一个幻想自己能够获得 那并不是真的获得 当然这个灵性死亡也是幻想的 但是他这边的死亡主要指的是灵性的死亡 因为灵性是一体性 那么我们肉体之所以会死 其实也是因为心灵先选择了灵性的死亡之后 再投射到肉体上 那么他说呢 基督之剑才是你需要看见之物 基督之歌才是你需要听见之声 基督之手才是你需要握住的手 与他同行成了你在这世上唯一的旅程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与他同行的话 其实你哪里也没有去 看起来好像人生走了好大一段路 甚至沧海桑田 毕竟沧桑 但是其实还在原点还在原地 哪里也没有去 那么现在刚好又到了年尾 然后2019年的年初的时候 这段期间 其实呢 你就可以感受到说 如果过去的一年 你真的下了怨心在学习宽数的话 那么你会感觉到 真的是没有马尺徒长 真的是在进步 你的生命真的是有在突破 那相较于以前还没有学习的时候 那种感受差别其实是很明显 没有学习的时候 好像一年过去也做了很多事 但是现在呢 你再重新回去看 你会发现 在那个时候其实是活在 无名跟浑浑噩噩的状态之中 好像做了很多事 但其实什么也没有做 我们的生命还在原地踏步 好那下面第八段呢 他说你若为了满足自己的特殊性 而不惜向爱宣战 妄想由战争之中获得救恩 不妨这样提醒自己 天堂的神圣之主已经降临于你了 他会帮你圆满你的生命 好所以这边讲到战争 那我们才读过不久的 那一篇很重要的 《超越在战场之上》 还记得吧 那么所以特殊性呢 其实就等于是战争 因为特殊性 它注定是一个稀缺的资源 如果人人都有 那么就没有所谓特殊性 所以它注定是稀缺的资源 越稀缺的就越能够 显现出那个特殊性 虽然说这个东西 它不见得本身到底有什么 很高的价值 但是就因为稀缺 那就像我们现在喝饮料 所用的那个铝罐 或者铝箔包 铝这个东西 在几百年前 可是比黄金还贵了 就是因为稀缺 而不是因为它到底有什么 很珍贵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那么特殊性一定是稀缺的 所以大家都要抢 然后就会形成战争 然后各种攻击啊 防卫的手段 就频频出现了 好 那最后一段呢 它说必然要先有怀疑 才可能引发冲突 你的每一个怀疑 都是针对你自己 你看其实我们常常在怀疑 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你行吗 但这个你 也是可以指任何东西 一部手机 或者一部电脑都可以 你行吗 但是其实我们这个怀疑 这个问句出来的时候 我们内在其实是在反问自己说 我行吗 特别是当我们学到起义课程的时候 你感觉到它的一个境界非常的高原 它的一个理想非常的伟大 那就是会看到自己的渺小 觉得自己很脆弱 觉得自己能力不足 就有一个很深刻的觉得我行吗 但是你要知道你依靠的是基督 而不是依靠的是你自己 而且你的价值取决于上主 所以他说基督从不怀疑 他的宁静全然处于自己的肯定不宜 你终会回家人 他就在你内吧 所以他对你的能力不会有任何怀疑 因为他知道他能够做得到 那么他说他乐于用自己的肯定 来取代你的怀疑 只要你愿接受他与你的 的确是同一生命 好 那这个是我们这两天所分享的 24章的第五节 同样非常重要 那带你深入的去探讨特殊性 以及怎么样去宽恕特殊性 好 那我们今年19年的2月16、17号 6日这两天呢 我们在台湾的台北 有开设人际关系的工作坊 那特别是我们要教大家如何解开 利用宽恕来解开人际方面的一些死结 你觉得很难处理的一些 那特别是我们会具体以亲子关系 还有伴侣关系为例 来跟你谈一谈 就是宽恕的 很实际的应用 那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也很欢迎你可以报名参加 那一样呢 我们有这个早鸟优惠 跟双人优惠 有这个早鸟优惠 有这个早鸟优惠 有这个早鸟优惠